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范冰冰呈丑枯蜡像重灾区 山寨白蜡像范爷酷死服务员大婶 三生三世人物造型蜡像巧妙避开人类深眉点 安吉拉贝比对手蜡像记录刷新 小明哥看了沉默 贝比看了流泪 那些丑到灵魂深处的名人蜡像 想给名人们一把50米的大刀 就在前几天 盛阳一个展览馆出现了一批山寨的名人蜡像 包括范冰冰 马云 周杰伦 成龙 还有不少国际政要 川普 奥巴马 普蒂 说真的就算是没到现场单看这些图片 就能感觉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覆面而来 其中一项还有国际范围的范爷蜡像面部略显 鸡形虽然和范爷神似 但是总有一种饿得面黄鸡瘦的鸡视感 蜡像年纪看起来像是个40多岁的大神 身上的一袭红装就像是乡村大舞台的迎宾 也很像乡镇婚礼酒店里的服务员 你们以为这就是范爷最丑的吗 怎么可能 作为国内当红辣子鸡 范爷自然受到蜡像馆们的追捧 同时也贡献出很多范冰冰 自己看了都会流泪的抽象 之前卢州某景区开办的旅文化节上 就请来很多明星 其中就有范爷的蜡像 沈阳的蜡像起码身形还是不错的 但是卢州这款全身发黑 包括面部 给范爷上的妆也是诡异的很 整个就是个鬼 毫不夸张 而河南华县首届 国际名人蜡像馆上的范爷 肤色就好多了 起码像个人 但是蜡像师 你过来 你说说把范爷做成蛇精脸 十几个意思啊 以上全部的 真的还真不算是最吓人的 那么厉害的来了 四川德阳十方层出现的名人蜡像 才是瞅出蜡像新高度 被网友们评论称 没见过这么丑的 之前看到的范爷 都还是个有眉有眼有鼻子的人像 这款是蜡像版的 像是被泼了一杯低浓度的硫酸 如果不是蜡像下边 而写着范冰冰三个字 试问谁能看出来 这就是范爷 下面为大家着重介绍 这场史无前例震惊全世界 挑战全人类审美的主题抽象蜡像馆 这组蜡像出现在 这场绍兴一个商场 想来策划这场蜡像展的 也是想借着三生三世 蹭个热度 但是他们不曾想 就算不是三生三世 他们这组蜡像也是彻底赢了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组惊为天人的蜡像群吧 远远看去 像是有那么一堆人 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往前看了吧 接下来你们将受到 一万点的视觉重启伤害 既然你们还在 那么我们就斜眼看展吧 但是如果不联想到 人物特征单看面部的话 树在下眼镯 完全看不出这谁 看哪 这块模型身穿紫衣一头白发 想必就是东华帝君了 在帝君背后 粉色衣服还有女装法式的 这得是青秋小地基白风酒 再看这边 红黑的衣服 头上有两脚 是了 这一定是帝君离境吧 那么号称我们四海八皇 第一美人的姑姑 还有姑父 以及老凤凰哲言呢 诡异的画风 三尊摆在一起 真是有些神似呢 近距离看一下造像 想必这是造像的工作人员太急 直接拿涂料 胡乱网上泼的吧 爆炸君先按住无望海的 棺材把按摩的良性说 这块模型料子 以极其巧妙的方式 避开了人类审美范畴 独具匠心 无以言表 不过也很好啊 起码让我们看了很开心 不是吧 看完三生三世的群落相 大家先静一静 有baby的网友就说了 我家baby蜡像 怎么做都不会丑的 既然这么说了 那么爆炸君 也该寄出baby 丑到晕倒的蜡像了 在这之前 还要先说到一场 画风怪异的蜡像展 四川德阳 十方层展出的一群蜡像 被网友们称为 时尚最丑蜡像记录 整群蜡像 名一样的颜值 惊呆了来看展的群众 照片一传到网上 各位明星的粉丝们就炸了 而你们的baby 一样臭地 无法形容 通体油腻的触感 以及面部僵硬的微笑 说真的 先不说其他 关键是一点点都不香啊 还有 整个造像 慢慢地冲击娃娃的 即适感是怎么回事 真真的刷新了 baby延迟最守记录了 结尊造像 让小明哥看了沉默 baby看了流泪 没差的 baby本人这么美 真的还挺期待 正常水平版的蜡像 后来这场蜡像馆的 工作人员说了 这批展出的名人蜡像 一共是15个 里边包括 国内外最受欢迎 最知名的名人们 而这些名人 都是网购来的 工作人员万万没想到 竟然这么不像 哦不 这么丑 希望下次工作人员 多看一看买家秀 再决定采购吧 不然真的很容易 被粉丝们追着打的 除了这些当红小花们 不忍之事的蜡像 也总有那么些 蜡像能丑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其他明星也不能避免 不要以为 有些蜡像丑 是因为山寨的 这根本不是什么理由 官方的专业的 也有走到沟里的时候 杜莎夫人蜡像馆 算是蜡像也很不错的吧 同样 有丑哭明星本人 和网友们的蜡像亮相 杜莎喜欢把名人蜡像 做的有特点一些 比如最标志性的动作 田亮作为跳水世界冠军 你们猜杜莎夫人蜡像馆 会怎么做呢 在蜡像馆亮相 田亮蜡像的时候 也请来了田亮 当拉下帷幕 你们并没有在台词上 看到造像 抬起头来 便看到一个田亮 头朝下准备跳水的样子 这都能做出来 真的是惊喜比惊吓多 在场的田亮看到之后 自己也很是吓了一跳 除此之外 还有吴彦祖的 彦祖这么男神 都能做成老十岁的样子 蜡像师也是够能耐 也难为男神 还要含笑 和自己的低配版自拍 最气的可能是杰伦吧 彦祖的蜡像只是做老了 颜值还算可以 但是杰伦的蜡像 和葛优大爷的 有点沙场分不清 是怎么个做法 再有就是在网上流程很广的 李准基看到自己造像之后 哭笑不得的照片 爆炸君思想着 那时候的李准基 一定想要一把50米的大刀 去找蜡像师吧 以上还算是比较专业的蜡像 下面请欣赏一组 蜡眼睛的山寨蜡像 吐吐吐吐吐吐真相 这些蜡像真的已经 愁到灵魂深处了 大多名人在这些蜡像中 找到了超超超低配版的自己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通过屏幕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 想吐气息 留下委屈的泪水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好意思 这期有点蜡眼睛 感谢观看